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这一位 他在25岁的时候就立定志向 并且用一生去实践梦想的人 这个人叫做刘亦峰 我们看看他的照片 不过其实刘亦峰这个名字只是他的中文名 因为他真正的故乡是远在法国一个领海的小镇 因为对台湾莫名的好感 让他踏上这片从来都没有来过的土地 而且一待就是超过了45个年头 在这里他做过很多很多的事 也完成了很多很多理想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希望 每个人都有家可归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应有的照顾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起床的 刘亦峰神父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等着他 那个年轻人才有一个问题 那个酒会吸引他 所以我们是尽量的 不要让他有机会的喝酒 因为他一喝酒就会骂人 也会闹事 忙着在弥撒开始前 到处把想去的人接上车 只因为刘亦峰神父觉得 即使是看不见的人 也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没有任何人应该被放弃 很冷 比较冷 我们在这边 是 樹泥鴻喽 喇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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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波 喇喇 喇 喇 喇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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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年音是因為 其實有很多人是 他們從小就是看著他長大 有一點關係 還有這裡附近要來的那些人 特別是年輕人 他們一些都沒有家 或是如果爸爸在 他不住在這裡 需要一個大人的時候 要知道他們 要告訴他們要走什麼路 要小心 不要說不要喝太多酒 耶穌最愛你 耶穌 拜拜 拜拜 我是耶穌的朋友 要叫耶穌拜拜 好 再見 師父 你下完都會帶他們去 去烏江 我們就下來在烏江有國小 可以在那邊也長春變得大 大大清 看看烏夠用嗎 不知道 差不多了 來 應該 應該有 四十個 好 我給他看小店 這個 來到台灣四十五年 幾乎都待在玉脸這個小鎮 劉怡蜂看著身邊這些 沒人照料的孩子 總帶著像爸爸一樣的心情 替他們準備食物 還在假日陪大家出去玩 一個山 一個球 上面要比賽 來 孟坤 換你 好 因為我們有一些年輕人 比較會想到以前的酒 還有毒品 如果你帶他們出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或是運動 他們不會想那麼多 所以要給他們習慣慢慢地把酒毒品都放在旁邊 那邊有水要可以洗手 要不要洗手 要不要洗手 因為生枝這些平常比較沒人陪的孩子 一旦碰到不如意的時候 很容易打結 想不開 因此 劉師父就算在忙 也不願露接任何一通電話 有一個早上是三個禮拜之前 後來是他的電話 他說 師父我自殺了 我問他 你在哪裡 所以他叫我 他告訴我在哪裡 我去看他 到哪裡的時候 他真的 很深啊 他已經多時尋 哎呀 救命啊 所以可是他很重 他差不多一百公斤 很重 想把他拿到我的車上 沒辦法 所以我趕快把車開到附近的一個醫院 正好在醫院的門口有一個警察 他說 趕快找一個救護車 就把他送到醫院 就救他了 救他的命 從不拒絕每個向他求助的人 因為劉一鋒相信這是上天的安排 來到台灣之前 他在法國一個靠海的小鎮長大 有個想當神父的叔叔 因為戰爭過世了 那一年他只有兩歲半 沒想到命運很奇妙 最後反而是他接棒 完成叔叔的夢想 一切彷彿命中注定 這個是我做神父的那一天 當神父那天距離現在多久了 已經四十四十六年了 四十六年了 一轉眼四十六年過去了 對 我十多歲的時候 他的媽媽 我的祖母跟我說 有一天也許你會代替你的小叔叔 到亞洲去服務 這慢慢的…我就想了 也許去服務 到亞洲去也好 可是他… 我是當兵的時候 才做一個最後的決定 要躲神父的路了 還沒有來台灣之前 我都沒有吃過還有豆芽 也沒有吃過豆腐 可是現在我很喜歡 真的很好吃 也很有陰陽 所以你有很多次都會來台灣 來嘗試 對… 你看我們也不算多 我們常常多得多 因為特別星期天的晚上 有時候十幾個人 我們都還是會記在一起 食物應該也很喜歡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飯的感覺 對啊 有一個大家庭的感覺 二十五歲那一年 決定當神父 劉怡峰主動選擇千里之外的 台灣落腳 從此他不只有了中文名字 還開始學起中文 並且放下刀叉 改用筷子 但這些都比不上他 從此下定決心 在一個遙遠的國家 奉獻一生給陌生的人 來的困難 所幸媽媽的溫暖 總能讓一箱遊子 感覺沒那麼寂寞 這個這個是 媽媽 嗯 好漂亮喔 那個 氣色好好 全的紅色 但現在已經八十多歲 這個也是媽媽做的衣服 你是弄的衣服 對對對 所以才三十多年前 可是我還可以穿 都是用手的 不是用機器 所以在大隊 我也是比較寶貴 每次穿就想到 這個是誰做的 是我媽媽做的 謝謝 我差不多可以穿到 可以穿到甚麼時候 是…到… 教堂的大门 永远被信徒敞开 不分白天黑夜 刘一铮神父 随时都得处理 每个上门的突发状况 这晚有人打架受伤 他不但忙着安抚 上药 还得把人送回家 这虽不是他的天职 但却是他的忍心 有的人有时候叫我们 叫我们把他们赶走 我说我不可以 我没办法 如果把他们赶走 我的良心一定不安 就觉得是不应该这样 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 真实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这里就像他们暂时的家 对 刘一铮神父也把他的爱 带到一般人 必知唯恐不及的 精神病患身上 希望他们也能够感受到 以思思温暖 二十六年前 我从华莲搬过来的时候 我抵达玉利的第二个礼拜 有一个狐狸长 他跟我说 能不能到我的病房来 带我们的朋友唱歌 我说可以啊 很好啊 我就来了 我都每两三个礼拜去一次 后来也觉得 还只有去一个病房 很可惜 后来就一个病房 又另外一个病房 慢慢地就到别的病房去 应付 祈子 祈生圣之名 阿们 我们的天父们感谢祢 其实我们经常的朋友 也因为生病的关系 不管在精神领域 跟他的身体领域里面 那也因为时间的长短 会有一些所谓的退化 或者是不能照顾自己 或者是外在形象 有一些让人家 没有办法接受的经济下 譬如是流言啊 抖动等等的一个经济之下 可是我们的神父呢 都不会嫌我们的精神科病人 脏或者是退步 他可以变成是一师一友 也像家庭的爸爸 长者的一个角色呢 来指引我们的精神病患 其实在他们的心目中呢 他都是已经是 第二个家的家人了 愿祝祝福大家 再见 再见 谢谢 生们的快乐 父母亲过世后 台湾早已是刘一峰 省父的故乡 今年71岁的她说 她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 因为每天都有好多的事要做 好多的心愿没完成 她一心一意地 只想让每个肚子饿的人 有半吃 寂寞的人不孤单 当他们有一天年老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温暖安静的家 这是刘神父最送付的心愿 却也是她肩膀上 最沉重的一副十字架 我们有没有 看了一个人没有衣服穿 有没有给她一点衣服 可能一个人没有食物可以吃 有没有送给她 有没有生病 我们有去探索她 这句话对我从几十年以来 是我的理想 像刘神父这样 把自己拆迁到一个陌生国度 用一生所有所有的黄金岁月 奉献给台湾的神职人员 其实不在少数 早年台湾仍然处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他们甚至还得要回到故乡去募款 这些年台湾的所得慢慢地提升了 但是却还是有很多人 被留在社会的底层 非常非常地需要大家的帮忙 刘一峰神父 他虽然从当年的年轻小伙子 一晃眼变成了一个七十岁的恶吉桑 可是他并没有放下肩头上的重担 甚至他还要挑战一件更困难的事情 继续 继续 很好 他很小的时候就到我们的安德来 我也看他进步很多 很累 这次很累 没有 没有 很舒服 很舒服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很香 没有那么大 抱抱面包 我们的重担人 孤生父他很喜欢做面包 还有蛋糕 还有馒头 还有馒头 可以吃 已经可以吃了 还没吃 还没吃 这间在1980年创立的安德企制中心 创办者是同样来自法国的顾超前神父 十多年前顾神父过世后 交棒给刘一峰神父 因为经济不景气 募款越来越困难 于是神父希望能透过回收做环保 募集到足够的经费 当然他也不落人后带头一起做 一方面我们需要一些经费 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大家一起做同样的工作 帮助我们都团结 十多年前在台湾正正开始体会到环保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也需要保护我们的地方 一定要参与这个工作 这边是玻璃瓶 你看这边 这边很多玻璃瓶 可是平常没有人要 因为这个是最便宜的 一公斤五毛 没有人家 可是我们还是要 什么我们都要收 这道也是吗 都是 等一下你们这样一天要跑多少地方 所以我没有算过 有三个吗 对 大概一千 可能要一百多个站 所以比较多有的比较少 对 主要我们在外面跑是我们的距离比较远 现在你们都是多人就业方案来做 对 开始的时候本来是没有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点越来越多 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们也发现在一些附落里面 或者附近有一些人失业了 有的因为有三种手册 没有工作再申请 对人会说有方案 也一举两的 我们一面得到一点点收入 一面也照顾他们 借着多元就业方案 以公待正的方式 让失业的人重新动起来 而针对旗帜中心的孩子 神父则是摸索出另一套座把 让他们慢慢跟社会接轨 有很多人会到巴黎山南河旁边去找一些旧旧的书 现在也一般的无论是图书馆或是书店找不到的 你跟这些夫妻在互相的记忆 对不对 就是有一点 最初是因为我们开始会收东西 可是在东西当中也有很多的书 好的书 我们先把好的书放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 后来我们也觉得那些书图书馆里面已经有了 我们才慢慢地想到要开一个二手书店 上床微笑 是啊 他笑得很好 不要不好意思 他很可爱 我好几次钱包掉了 还是钱掉 他都送到我家去 是啊 他是我们安德中心的老 不是 老同学 这个书店买很贵 这个二手书店买到二手旗 买那么大量去送给人家 可是唱会有一样的书吗 有啊 这一本 这个里面的故事都很重 很好 看着心中里的孩子一天天地长大 神父镜头上的担子也跟着一天天加重 他知道自己做再多也不够 冷哦 你看 那你穿长空不要 从小在安德长大的国境 尽管已经三十几岁 身上却还穿着他最爱的国中制服 在这里国境有了朋友 学会一技之长 曾妈妈感谢有这么多人 陪着他和国境一起走到现在 可是在他心里始终有个疙瘩 都有 wonderful 我们往往走 謝謝 謝謝 誰教你寫的 寫給你的情書 今第二章 神父就是從小看到他們 他媽媽也也發現說 孩子們老了 他的家裡的父母親也老了 那這些孩子之後怎麼辦 如果說要放到外面的安養院 老人院深不捨不得 因為孩子們已經習慣 這樣子的環境 這樣子的人群 早晚他們的爸爸媽媽 他們的家人也會離開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也決定要照顧他們到底 學員老的時候也不能 單獨在一個偏僻的地方 一定要跟老百姓有接觸的機會 我們覺得這邊很理想 環境也很好 希望未來在這片土地上 能蓋起一座三層樓的家園 不用怕老了沒人照顧 寂寞的時候沒人說話 可是圓夢的代價不小 將近三千萬的資金缺口 讓知道的人都替他擔心 不會不會擔心 不是說我一個人 我們很多人也關心著這個 家園 我相信一定會成功 相信自己不孤單 因為每次就快撐不下去的時候 總會有人適時地捐錢送命 讓安德挺過難關 踏著前輩的足跡 所以劉一鋒神父早已做好 埋骨台灣的打算 謝謝 我來給你的家庭 給你重新思考 這段時間 你絕對你的家庭 到中央和姨家庭 是否的嗎 我對你的家庭 你很想跟人家庭 我已經在藝術上已經寫了 我會在不離他不遠 在長陽的名古堂 我在玉律那麼久二十二十五年 所以我也是屬於玉律 永遠帶著笑容 從容地處理每件事情 每個狀況的劉神父 內心其實有著那麼一點小小的遺憾 就是雖然早已比台灣人還要台的他 還是被不少人給當做了外國人 因為他是真心的喜歡這個 他待了將近半個世紀 比故鄉更親切的人與土地 劉一豐神父他也希望 我們每個人都能更愛這片土地 為我們身邊的每個人 多付出你能做到的一點心力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